宇哥 欢迎阿银 来我们现场营造一下那个红糖感觉 媒体走起来 左边拍一拍 好的好的 右边右边 宇哥宇哥 阿银阿银 好的好的 我们跟这个时钟背景拍张照好不好 你们俩找一个最漂亮 然后最OK的这个位置和角度 因为我们宇宙超银CP嘛 超时空大中 完美的配饰度 好 3 2 1 对我们让宇哥教一教 阿银可能没有走过红糖对吧 宇哥经验应该是丰富了 好这边这边那边那边 哎我有一个小提议 你们俩要不要用阿银和那个宇哥的方式摆一个pose 然后再用胡一天和陈玉琪的方式摆一个pose 我们的宇哥应该是很板正 就很民国那种范对吧 对 然后阿银一般是什么 嗯 好拍一张 然后我们一天跟玉琪的状态呢 本人状态 哈哈哈哈 好了 来我们祝他有请 有请两位 欢迎欢迎欢迎 然后两位来请落座 这边请这边请 好来两位请落座 好我们刚刚扫完楼啊 休整一下 现在有可能有新的网友们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 所以不如再跟爱琪的网友们打个招呼吧 然后一天你先来吧 介绍一下 爱琪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演员胡一天 在超时空罗曼史中饰演一个民国的动作影星相亲 嗯 哈喽大家好 我是演员陈玉琪 在超时空罗曼史中饰演的是金阿盈 那我那个时候呢也是一个金牌的编剧 同时也是宇哥为数不多仅存的狂热影迷 OK那我们刚刚其实做的是一个角色的大概介绍 然后下面有一个小小的考验啊 想让我们两位主演呢 用几个关键词来形容一下自己的角色 这几个词一定要跟这个角色特别准确特别贴才OK 嗯 用几个词的话就是 老baby 老baby因为一百多岁了 然后00后男演员 他是一九零几年胜的 相亲女士 00后男演员 然后有一点傲娇 有一点吗 有一熊熊 自认为有一熊熊傲娇 阿盈同意吗 一熊熊吗 诶哥说什么都是对的 感觉到好求生欲啊 那来我们一起 我觉得金阿盈是属于那种抠门 然后爱财 就是生存能力超强 对我觉得爱财这一点真的是我深有体会 每一次看到就是剧情仿佛要逐渐走向浪漫的时候 阿盈总会爆出来一句就是让我立马唤起她 对事业心这个概念的一句台词 我觉得我也要做这样的女人 所以演这种角色爽不爽 头脑那么清楚 挺爽的 就是也蛮好色的 OK 那两位对自己的角色呢用了几个词来形容 然后我呢其实还想让各位来回忆一些就是这个剧情里面有意思的地方 比如说我刚刚说到这个阿盈爱钱 我就想到了怎么会有人可以把那个银行卡藏在小铁盒子里面 再贴在橱柜里面这么就是神奇的地方还能被你找到 这是语哥是怎么就把他能忍心花了 你说花那个钱是为了一定要保护他才去花的吧 倒刷你的那个卡吗 不是为了让你离他远一点 剧情里的话是因为向秦宇需要用这笔钱去打点一下关系 然后帮他去获得饰演向秦宇的这么一个机会 但是也是为了让他很让阿盈能够狠下心来去离开向秦宇 所以说是两两个作用 那有一个小问题 就是如果说一对相爱的人在遇到危险或者遇到困难的时候 到底是应该一起面对还是把你爱的人推开保护他的安全 两位自己的想法可能会是什么样的呢 因为我们感到剧里面其实向秦宇是疯狂的在推开阿盈 怕他受伤的阿盈就是每天给你做不一样味道的饭团 但就是让你吃饭团 我就是要跟你陪在一起 二位本人的想法是什么呢 我觉得如果是我的另外一半有事的话 我会觉得我想要跟他共同面对 但是如果说是我自己有事的话 他每次我就会把他推开划清界限 分一篇呢 我觉得可能男生女生答案不太一样 就是可能女生会觉得共同面对比较多一点 男生的话我觉得如果说就是把他推开吧 自己面对 哇我觉得你们俩说真的很适合就是演那种虐恋剧情 因为都好好大爱 我觉得我如果说在社会里面面对这种困难 我一定拉他陪我一起他如果不陪我他就是不爱我 所以你们的那个感觉都很虐 那幸好我们剧是甜的吧 跟我们剧透一下后面的大部分剧情也是偏甜的吗 因为前二十集真的很甜 这个可以透露一点点吗 后面其实会更甜 我觉得是虐中 甜中带虐 家田甜中带虐 就是带着刀渣的疼 但是我得忍痛吞下去是吗 OK好 刚刚聊了一些比较这个关于剧情的内容 咱们也提到甜 然后我想回忆一下剧里面比较经典的一些甜的名场面 如果让我自己第一个想到的话 其实就有我们变魔术啊 然后还有放气球啊 包括我发现那个你们俩的这个身高差 其实很好刻在剧里啊在剧里 然后两个人身高有一个这样的差异度 会让我觉得 好像自己以后也可以尝试一下 如果说未来有男朋友的话有身高差会很甜 所以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 这样的身高差在演戏的时候有什么趣事吗 或者说有什么更容易完成的梗吗 更容易完成的梗就是可能 女演员就会显得比较娇小 就是有一些女演员可能本身个子也挺高的 都会显得比较娇小 其实拍摄来说反而有一点难 就是大家 同框的时候 身高差的话 女演员脖子就会比较累 还经常跟我抱怨 就跟我拍戏脖子很累 所以预期会就是要自己再按脖子的那种吗 对也还好 如果说一直望着他的话就很累 那如果要拍同框会用到苹果香吗 有时候会用 有时候也不用 但一般不会说同框的特别多 因为如果说同框的话 很多时候我就不在画面里了 就出话了 对就出话了 然后好像还有一些好玩的梗 比如说什么抵着头啊 或者两个人有一些互动 今天我们能在现场 就还原几个最萌身高差 可以做到的那种比较经典的互动方式 可以吗 你们俩回忆回忆有什么好玩的 我能想到的就是那个手底脸 手底脸 手底脸 就是我 你可能想打我 我成功打不到我 是这个吗 对这个算是一个 我们方便还原一下吗 哎呀 啊引动了 那我们可以一起来一下 我给你们打个板吧好不好 最萌身高差 其实我可以碰到他 那你俩来挑战一下 三二一 有短是吗 就这个 好 这是一个 还有考拉杯 考拉杯 哦 背我 但是我的腹子有点 那这个就算了 还有一个手包脸 就是因为我刚刚观察 其实预期的手很漂亮很纤细 然后那些手好大 是不是一只手能整个包住脸的重成功 哇 真的可以 我的天哪 巴掌脸 巴掌脸 来请坐请坐 你看 所以弹幕里面的姐妹们 找一个就是身高很高的男朋友 其实会有一点优势 就是会显得自己好像更加的娇小 然后你们俩呢 就注意保护好颈椎就好 好吧 我们接下来呢 有一个秘密的隐藏任务要发布一下 虽然你们刚刚都很配合我 但是今天呢 我要代表大家来刁难你们一下 所以给你们准备了两个隐藏任务 然后是要在一会儿我们接下来的聊天里面努力做到 但不被对方发现的 敢挑战吗 也不能不挑战 来吧 也是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一天的这个任务 然后预期辛苦闭一下眼睛好不好 或者转过去对 你看一下你的任务 转过去给大家也看一看 胡怡天的隐藏任务是 好大家看一看看一看 你觉得难度大吗 还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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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说还好的时候还问了一下玉兴 你觉得呢 好来 我们接下来一天 我们转一下或者闭上眼睛 然后一起来看看自己的任务 要偷偷完成哦 然后给大家也看一下 好 好 觉得难度大吗 还行吧 就这事不难办 但怎么合理化的办比较难是吧 嗯 怕被揍 不会不会一会我保护你 好 好 来 OK 我们的隐藏任务从现在开始就算正式发布了 到结束之前都有效 好吗 嗯 你们俩就自己找机会吧 然后各位都知道任务是什么 如果发现他们完成了 一会可以给点反应 好不好 我们接下来继续 来看一看我们的 下一个互动游戏 那就是默契考验 我很好奇我们的宇宙超银组合对彼此的了解程度怎么样 就是或者说向秦宇对阿银的了解程度怎么样 不敢说100分吧 99.54分应该是没什么问题 那那0.06扣在哪了呢 扛钱的时候 很了解 很了解 OK 那阿银对宇哥应该也非常了解吧 因为我是她的同号粉丝 所以她的所有应该都知道 但是其实感觉有塌访过一段 就前几集不是她说那句话是她摘抄来的吗 当时阿姨那个反应 那个是个误解 是个误解 后来解开了嘛 好那既然都这么了解彼此 我们就进行一个默契考验 我会问一些问题 二位呢根据我的答案来指向你觉得是谁 然后我们有一个小道具对不对 帮我们拿一下这个小道具 比如说像我说谁更喜欢吃土豆 我们就可以一起指向于其 那我要自己指自己吗 对指自己也可以 我说谁会做狼牙土豆 我们可能就要一起指向于其 对 然后拿这个指一下 OK 我们来准备好啊 下面我们的题目开始了 第一题 请问向秦宇和金阿银 谁更容易吃醋 421 请作答 都指了自己 为什么 你没什么吃醋的鞋 对 对哦 你吃醋的心大可太多了 有啊 哪一场 我的闺蜜还让我不要谈恋爱 专注视野 但是也不是因为 好 所以我们这样一人回忆一个 宇哥吃醋名场面好吗 宇哥新常奔跑着来 就是来到我房子下面 然后拉着李隆大跑 给他找个借口要排戏啊什么 其实原本的戏已经删掉了 对 嗯 就是看到阿银跟李隆大走得太近 然后就会想方设法的把他们给拆散 对 其实你也一直在被拆散的路上 去露营 人家两个扑克牌抽到一起 自己搭帐篷搭好久 所以其实有醋味是正常的 他们两个就是较劲嘛 没关系 反正这个小舅子后面不要再搅局了好吧 隔空喊话一下 来我们下一道题 请问 向琴宇和金安寅 谁对恋爱更有仪式感 321请作答 也是向琴宇吗 为什么 一天给我们一下答案 因为向琴宇她是一个比较老派的人 像在她的观念里就比如说 因为她没有谈过恋爱 然后她会觉得说如果说 她如果要跟一个女孩在一起的话 她会很认真的对于这些事情 所以应该会更有仪式感 那其实我觉得 从阿妍的角度来看 有些仪式感也是还蛮有意思的 因为她就是很抓马 对就是很炸炸糊糊 突然之间想到一点 就好比说雨哥怕黑 我给她做小局的 但是也是因为我很抠马 所以就是一点一点的去积累的 大家觉得浪漫 其实我只想省钱 对 省着省着 就变成了浪漫了 对 这浪漫的另外一种 OK 那下一道题 请问拍吻戏时胡一天和陈玉琪 谁更容易害羞 321请作答 烫了 烫了 是在片场有害羞吗 你害羞吗 大家在学会 会有一点点 你刚开始也会有 你后面就还好了 她刚才有害羞的笑吗 有 有 好 那胡老师现场有害羞吗 我 我非常专业的演员就还好 所以现场是害羞也不能表现出来了 对对对 而且就比如说女演员害羞的话 如果你在害羞的话 她会更加害羞 对但我觉得女孩子害羞是不可避免 对不可避免 对不可避免 那我们就下一道题 请问 如果向秦宇和金阿英吵架了 你们觉得谁会是先让步的那一个 思考一下 321请作答 你们俩连犹豫的那个速度都是一模一样的频率 可能也是再用余光在观察最重要的指向 我不管 在我看来就是默契 好 为什么都选了我们那个宇哥 呃 我觉得可能前期的话会金阿英 就是那有那种偶像跟粉丝之间的那种感觉 金阿英会让步杀 但后面的话 盛庆宇就会比较照顾阿英 对 所以就是你是负责之后就会开始做那个红老婆的人 但是一开始是这个朋友关系的时候还是比较轴的那种 OK 那玉琪为什么觉得是宇哥更愿意让步 因为我觉得金阿英爱钱扣门 所以她是管钱的一家之底 所以很多时候都得听宇哥的 所以宇哥有的时候既然钱都这样了 那我就让步一点 对 如果说到让步 我想到就这两天的那个名场面 这才是真正的罗曼蒂克 那段看的时候我简直快要笑死了 当时拍的时候好玩吗 就变魔术的那一场戏 像金阿英不是说我要带你认识一下什么是真正的罗曼蒂克吗 然后给他变的花什么的 变花的那种 嗯 然后 你们俩到底有什么现场好玩的事情不能跟我们分享哦 就是那个花拿火一扁 哦 就那个 哪个呢 我们现场让大家感受一下是哪个 这是个低厅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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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我我我 嗯嗯嗯 大家就这一段先别 我们这个是真正的魔术啊 我们来再现一下名场面好吧 一天那个台词也得就是我要让你们认识什么是真正的罗曼蒂克 这不是还得有火吗 火就算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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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接下来就是见证罗曼蒂克的事 好捧场啊你 不是我们捧场没用啊对吧 那得让阿盐看看比上次变的好点没 关键是他对着那边变 从变一次 这是一轮杆子 哇好浪漫啊 好浪漫啊 好浪漫啊 我们看来这一招啊就是也许当时呢 这个向秦宇表演给金阿姨的时候 金阿姨心里面就是一般浪漫吧 今天现场试一下我们可能心里还是感觉到 嗯 一般浪漫 但是当时我记得好像宇哥说 这可是我们那个年代最浪漫的 那如果我们现在回到2022年 两位来想一想 如果哪一种浪漫的形式在你面前 你会真的被打动 可以每人想一个吗 给你们一点点时间 我先想一个 好吧 那不如先听听你的吧 我先想一个给你们真确一点时间 我觉得就是如果 下雨的时候突然有一把伞出现在我的头顶 是我觉得会在生活里真的比较浪漫的一件事 就因为他时刻 哎我这个说的好像是 那个木木姐和她的那个剧情 就是跟那个弟弟 对跟弟弟的剧情 所以你在偷偷嗑另外一队 我没有 我每一队都嗑 我甚至我跟你讲 我连大姐夫二姐夫我都嗑得起来 想好了吗 我觉得一个人在雷电交加的夜晚 突然出现在你家的客厅 昏倒在你家的客厅 是一个很浪漫的产品 就跟相亲女出现在静爱你家里面 我觉得所有的真心 都是很浪漫的 只要是真心 对 真的我们女孩子有的时候就是很容易被小细节打动 对 好那我们这一趴聊完了 接下来又是一个互动游戏了 这个互动游戏呢 叫做嘴巴手指不一样 其实看起来很简单的 玩起来还挺难的 然后这一轮呢 我们要邀请到的是两位媒体朋友 来跟我们这个两位艺人一起来进行互动 所以我们是哪两位朋友跟我们一起来玩 好哈喽还有谁 好欢迎欢迎欢迎两位 我们的椅子要不要挪一挪还是 好工作人员帮我们安排一下 不然给我这边放一个也行好不好 来两位先坐 然后跟我们 两位来请坐 跟我们打个招呼吧 怎么称呼 球球 好的 哈喽橘子 橘子好来我们拿麦来 一位橘子 一位球球 然后这个游戏大家都以前玩过吗 嘴巴手指不一样 三就输了 因为你说的跟你比划的要不一样 嘴巴手指不一样 四就是对了 然后我多那个发号口令的人 我可能会说嘴巴手指不一样 鱼哥你就要立刻反应过来 然后可能会说球球 鱼琪橘子 你们就要迅速反应 然后如果错了的话呢 我们就算是有惩罚 好不好 热身赛咱们先试一下简单版 是随便说多少都可以 五以内 一到五以内 对一到五以内 来准备好了吗 你自己说一说一说 他要跟你手上的那个笔画的不一样 好吗 OK 我们嘴巴手指不一样 佳银 二 嘴巴手指不一样 鱼哥 二 哎呀 是吧 好 惨遭淘汰 我们三位女生再来一下 嘴巴手指不一样 佳银 二 没想到吧 二龙吧 二龙 求生欲有点强 嘴巴手指不一样 球球 好 嘴巴手指不一样 橘子 一 嘴巴手指不一样 佳银 我都淘汰了 突然Q你 那我们四个人热身赛结束 我们再来一段 我们把四位复活一下 好吧 复活一下 嘴巴手指不一样 球球 五 嘴巴手指不一样 一天 一 又惨遭淘汰 我这次身淘汰了 自闭了 自闭了 好 嘴巴手指不一样 橘子 一 嘴巴手指不一样 一天 三 嘴巴手指不一样一天 四 还有 加一条规定 不能重复好了 刚刚说的不能重复 嘴巴手指不一样 球球 嘴巴手指不一样 球球 嘴巴手指不一样 惨遭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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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让一天来出个题好不好 橘子 与其你俩喊口号板 一不然你太无聊了 嘴巴手指不一样 橘子 二 二 二 然后是你喊 还是我喊 是你喊 已经淘汰了 嘴巴手指 只剩你们俩 对 王者之战 你想赢吗 我肯定会赢的 你肯定会赢 那么次庭 你想不想赢 随便吧 看天语 嘴巴手指不一样 橘子 一 嘴巴手指不一样橘子 二 嘴巴手指不一样橘子 一 嘴巴手指不一样橘子 五 好 你赢了 橘子才是符 我认输 我认输 我真是服了 我认输 好吧 这一轮我们是个热森赛 接下来是正式开仗了 因为我们男后生级了 是表情包版的嘴巴手指不一样 我帮你们把这个一收好不好 来给我吧 我们准备的呢 有四个 好多个表情包 你们一人选四个 然后选完之后呢 要模仿一下这个表情包 同时呢 还要一会儿在每一轮 比如说我的表情包 如果是这个 那我就要说嘴巴手指不一样 小瑞我先这样 然后说二 就每一次都要先做一份表情包 再来说结果 然后表情包很多 你们三位四位可以选一下 这是第一个 有没有人想要它 我们可以用拍卖模式 这个是什么 就是这样 对 你相信光吗 哦 那我就要这个吧 就这个 哦吼 那我要说哦吼吗 要呀 嗯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 那我要这个 确定啊 后面还有很多没选的 一会儿允许更换啊 这个是什么 看不清楚 这个是这样 这样 那我要这个吧 好 你们还真的是 没有人好奇后面是什么 哈哈哈哈 这眼巴巴 不好演啊 眼巴巴还是要演 你就这样 那你就这样 好 不是 你们两个如果演眼巴巴会怎么演 也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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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演一个呗 眼巴巴会怎么演 你刚才是怎么演 我是这样 好了 好 这个也很妙 这个是干嘛 这个应该是一边鼓掌 一边心里面想的是 喵啊 好 没有人要这个了 残葬淘汰 还有这个 有人要吗 我们都有了 你就要这个眼巴巴吗 好 那我们就按顺序给大家分配完了 下面我们先来把自己的表情包演绎一遍 让大家看看你演的行不行 不行 不行我们还得纠正一下 我们从来 这个球球开始吧 演一个眼巴巴 嗯 好那一会儿每一轮都要先这样一下哦 来一条的这个 预期满意吗 哎我觉得可以这样 要加一下难度 哈哈 哈哈 谢谢 哦吼 加一个难度吧 哦吼 哦吼 可以可以可以 橘子 这个我们也加一个难度 哈哈 好 真的要这样 真的要这样 好那我就不同意 球球的这个难度了 演巴巴 那你再加一个花手吧 哈哈 你这样 你这样 摇一圈 头摇一圈 然后再演巴巴 对对对 可以吗 好那我们四个表情包确定了 嗯 接下来我们嘴巴手指不一样 准备开始 我要发号口令了 嘴巴手指不一样 胡云 三 好可以 嘴巴手指不一样 球球 哈哈哈 嘴巴手指不一样 一起 哎 哦吼 一 好 算实在 没关系 我们同事帮忙剪一下 没事 嘴巴手指不一样 橘子 谢谢 二 好 好 三位还在啊 我们继续再来一轮 这轮我速度会加快一点 好吧 其实我们可以把这个板收起来 他们已经知道怎么做了啊 不然有点碍事 来给我 好 嘴巴手指不一样 橘子 淘汰 嘴巴手指不一样 一起 哦吼 三 嘴巴手指不一样 回天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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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恭喜一下 陈欣希同学喜提冠军 好的 OK 发表一下会奖感言吧 我好厉害哦 就全靠队友衬托 好 再PK一轮 好 终极PK一轮好吧 就你们俩 然后我们俩 你们俩看看谁到底能赢 好 你想赢吗 我想这个问题 我想赢 你想赢 你想赢吗 我也想赢 好 那你来做出题观好不好 这种雷我可不在 没有 开玩笑 我们三个轮着出题好不好 橘子球球家伙 我们轮着出题好不好 你们拿着麦啊 从你开始好不好 来你来出题 嘴巴手指不一样 一起 哦吼 在嘴边了 好的 我已经输了 那这个要看你的对手怎么想 我们刚刚算是热身还是 热身吧 试验一下 热身 因为换了一个规则 是 三个人轮流 对对对对 我们再来一次 那就我来出题了 嘴巴手指不一样 一天 三 好 我们这也算一下热身好吗 一人一次机会 来橘子你出题 嘴巴手指不一样一天 我出了我出了我出了 好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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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这个游戏就玩到这儿吧 然后也感谢两位 你们俩等一下 我们要揭晓那个隐藏任务什么 当个见证官 好的 现在我来问一下两位 隐藏任务完成了吗 我 完成了 这强行完成 是不是硬了一点 这个 好 那我们恭喜两位都完成 然后你们猜一下是什么 你们俩猜一下彼此的任务是什么 那我们俩是一样的 一样吗 肯定是一样的 你完成了吗 我完成了 那就是 我把头靠在你的肩上 你的是让陈玉琦把头靠在你的肩上 就我的肩膀被陈玉琦靠是吗 对啊 这是你猜的答案吗 嗯 来一天告诉我 玉琦她猜的对不对 我的任务是 让你害羞的笑 但是刚才问你 嗯 对 然后两位来评价一下跟他们玩温戏的感觉 他们俩的就是 谁更聪明 谁更聪明 玉琦就是天选之余 天选之余 你很聪明 橘子你觉得呢 他妈谁更聪明 这是可以说的 那我再问你一个问题给你照顾一下 这个舞台上谁最帅 一天老师 好的你可以去休息了 好的 感谢我们三个视频老师 我全场都是一天最帅 麦放在这里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的隐藏任务是这样的 玉琪的隐藏任务是要靠在一天的肩膀上 一天是让玉琪害羞的笑 我们都算是完成了 那接下来我们今天的直播呢 也快要结束了 最后想请两位每个人 用一句话来对我们大家 再次安利一下超时空罗曼史 好不好 想想怎么样 大家知道 很好看很好看 今天一定要看今晚一定要看 每晚八点 爱奇艺 超时空罗曼史 一定要看 每一天 浪漫 悬疑 各种色彩 又虐又甜 嗯 实在 每晚八点 锁定爱奇艺 超时空罗曼史 连根十三天 即甜宠 虐恋 穿越 家庭 伦理 动作 各种各种元素 总有一款适合你 OK 然后我在这儿呢 也作为这个一直在追剧的一名 我们这个鱼肉超音的粉丝啊 跟大家安利一去 今天晚上的剧情很重要 我的CP要见家长了 而且是在泥石流里见家长 非常的精彩 我也不知道到底怎么回事 所以各位今天晚上一定要锁定爱奇艺 记得去看更新 然后今天我们在这个现场呢 也准备了一些这个小菊灯嘛 一方面是呼应我们剧里面的梗 另外一方面呢 也是让大家沾沾喜气 这是我们今天的喜菊 也希望到场的到场的每一位媒体朋友 都可以幸福快乐 然后我们今天呢 同样感谢各位网友陪伴我们 然后我们就要结束了 两位跟大家说个再见吧 一人来上一句跟大家的告别 今天的短暂的告别 晚上还会见 八点还会见 大家再见 去剧里见你 在剧里见 晚上见 一会儿大家咱们去里见 好的 我真的愿意称我们宇宙超银CP 为史上真的是最害羞 但害羞都很默契的一对CP 那今晚我们在泥石流里见吧 各位 我们今天的直播到这里结束了 拜拜 拜拜